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吃腰花,但是就是不会去除这个白筋。 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,去除腰花烧筋的刀法, 以及使腰花既熟又嫩而不带烧气的制作要点。 希望我能够帮到你,让你经常吃这个腰花,补强你的肾。 在中医保健里都这么认为,吃什么补什么。 这个是凉拌腰花,我买了六个腰花,两把香菜。 用香菜来凉拌腰花,可去除腰花的烧味。 无论是做凉拌腰花,还是爆炒腰花。 首先是去除腰花的烧筋。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一步而望而生确。 其实掌握了方法是很简单的。 我们首先把腰花抛成两半。 然后再把它一分为二。 请大家注意看一下,我用的刀是弧形的尖刀。 因为腰花里面的那个白筋,它也是弧形的。 这样就便于我们下刀。 而且刀的弧度,正好挖出中间的白筋。 从而使我们保留更多的肉。 挖的过程中,运刀有个诀窍。 那就是你的刀锋。 要能够感觉到切筋和切肉是不同的力道。 腰花的肉就像豆腐一样。 你的刀锋碰到豆腐和碰到筋,一定是两种感觉。 你要在这两种感觉之间游走。 这里要提醒一点的是,你的刀要磨得足够的锋利。 运刀的频率要高一点,幅度要小一点。 找到这种感觉,你就出师了。 这种除去腰花白筋的方法,是最简单,最高效,最合理的。 一般人都很容易上手,很容易学,很容易掌握。 这一片底下有个豁口,影响了我的运刀。 商家在屠宅分割的时候,都会在每个腰子上画一刀,放一下其中的尿液。 否则烧气太大了,污染环境,影响售卖。 我想现在大家已经看出来了,这个刀法的关键就是把腰花分成四分之一片。 然后找一把尖刀,把它磨锋利,然后慢慢地把中间的白筋给它挖出来。 我尝试了很多种的挖法,我觉得这种挖法,是最得心应手的。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法,请在下面留言,我们切磋交流一下。 当然,这种方法并不是说每一次,每一刀都能够成功。 有时候,一刀不能成功,是非常正常的。 这种刀法的方便之处,就是你在修的时候,它也是比较顺手的。 一般情况下,刀尖要是没有碰见白筋,它是很容易走的。 如果不太好运行,那么你首先检查一下,你的刀是不是磨得够快,够锋利。 特别是刀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好,都挖完了。 如果你想做别的菜,可以任意地改刀。 今天,我准备做凉拌腰花丝,所以我再改改刀。 把它们切成粗一点的丝,就可以了。 切得太细了,它容易断。 稍微粗一点,只要保证它好入味,就可以了。 下面我们说说,怎么进一步的去除腰花的烧味。 切好的丝,我们用凉水,洗两遍。 去除一下血水和味道。 然后,我们再用清水,加料酒,泡一下。 大概泡个十分钟左右,就可以了。 我们再烧一锅开水。 加姜片和料酒。 我们要把腰花焯一下水。 水再开了,我们就可以老起来了。 不能够酒煮,否则就老了。 好,已经起泡泡了。 可以了。 用热水,瓢洗两遍。 把它洗干净。 çocuk那对未来就רי 기� yn继ang了。 太好了。 味道最开放了。 有力泽水。 非常的 Curt 127 。 继励万。 켜不能。 老板、 垂 ТВ。 疫情用 chip上。 然后把里面的姜片剪出来 这就处理好了 如果你切成腰花的形式 也是这样处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个视频我们再见